王大哥说 它还有一个独门绝招 能让五花肉轻松穿上虎皮装 这个独门绝招会是什么呢 两勺蜂蜜 高度酒 一只手蘸个磨 哇 这个好烫啊这桌子 对 必须要趁热 这个冷了它就 进不去了这个 进不去不是说 那个皮降了它上不了瘦 以酒入菜 可以带走食物中的兴气物质 并与食物中的脂肪酸 经过高温 催化生成脂类物质 达到提味解腻的效果 啤酒烤羊 花雕醉细 烟熏红酒类排 都是以酒入菜的代表 王大哥告诉味道调查员 将白酒蜂蜜混合 趁热涂抹在肉皮上 再入锅油炸 就可以完成给五花肉 上骰的步骤了 我感觉这个肉刚下去啊 瞬间就变色了 而且就是 一个很香浓的 这个肉香味就出来了 就上这种 这个黑就行了 黄黑的 王大哥说 用白酒蜂蜜混合的液体 涂抹过的五花肉 油炸后 五花肉的表皮 可以迅速变成焦黄色 同时还形成了 焦香酥脆的口感 可是炸好的五花肉 要怎么换上虎皮装呢 王大哥没有过多解释 直接将五花肉 放到了冷水里 这是为什么呢 这一步我们就用它来泡水 泡水啊 这泡水有什么用 泡水就是这个皮软 还等一下它起那个虎皮 泡水就能把这个虎皮泡出来吗 有这么神奇吗 十多年的经验 十多年 哎呦那真是 皮朝下泡 对对 进这个 十分钟左右就够了 经过高温油炸 五花肉的表皮快速湿水变干 出现褶皱 但这时并不十分明显 从油锅中捞出后 趁着五花肉表皮上的褶皱 还没冷却定型 马上放入冷水中浸泡 肉块吸收水分后 重新变得膨胀起来 这时金黄色的虎皮纹路 格外明显